是賭鼓 今天只要怎樣 最新的看法是怎樣呢 因為其實現在那個新博彩發出來了 發現其實都不是那回事 本身大家怕說政府會派人去董事局 又沒有 還有又有六個賭牌 剛剛好是這六個賭企 見到一些美資的賭鼓是特別厲害的 大家的問題就是現在追不追得呢 還有如果有貨在手的話是食壺還是繼續持續呢 我覺得第一件事 這個叫做行為娛樂場行運博彩經營法律 那個草案就出來了 之前好像Coby這樣說 很多疑慮 因為那時他的事情我那時有看 那時他就說他講了很多 你覺得那份事情不是像一個監管 反而說多些怎樣做一個共同富裕 加上那時大家都很害怕 那時候整個都掉了 我覺得現在全部都消除了 你賭牌有幾個大家都知道六個 我想這六間都很明確的 我會覺得賭鼓現在是分化了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這樣覺得 第一件事之前我們的豪賭鼓 我們有兩部分的 第一個就是VIP 就是所謂的大客 董發卡樂那些 另外一個就是中場 就是等於有沒有進去 你和我一起進去的中場 就是很多人堆在那裡 我想自從現在中介人 我想現在大家都知道 中介人這個模式應該是適微的 而且你看到很多賭場都開始不做了 我們現在就變成了整個賭場會走一個 就是拉斯維加斯 他的初心就是打算走拉斯維加斯 就是旅遊加博彩 就是整個帶動整個經濟 而不是真的進去博殺那種 我們就要立即找回一些 哪些是比較倚靠中場的 我覺得就很明顯 就是金沙我覺得銀魚 大家可能都覺得它有很多中場 但其實你看它的數據它不是的 它有很多依賴是VIP 所以我覺得銀魚我自己就會先看金沙 因為如果你做大眾的場 你一定第一地理位置要優勝 如果大家去過澳門你一定知道 澳門現在之前一開始 澳門金沙在澳門半島那裡 那它一在碼頭旁邊 還有之後如果你說威尼斯人 倫敦人 巴黎人 整個群人 它都黏得很快 它所謂的好像拉斯維加斯 那條主導那裡 你看到還有很多那些 很多人去拍照 還有你進去金沙裏面 你一定知道 比如威尼斯人裏面 有演唱會看 甚至是有旅行團 你很少見到一個賭場是這樣的 我覺得如果你要的模式 一定是走金沙的模式 還有金沙你看到 它八成二是來自大廳的 它只有十八至十九個百分比 是做VIP的 我覺得如果這些全部以後都全部明朗化之後 我覺得看金沙會好些 嗯 好的 即是按照這個本身的配套去估計 還有都是一種嘗試的看法 始終暫時來說都應該 所以它那個復甦也沒有這麼快 始終 還有中營的博彩股 我看到一些大行在這裡說 譬如新豪博亞 即是新豪 都叫體號 但我覺得新豪 如果你看它的VIP最多 這些我覺得要小心一點 即是VIP多的那些 我覺得是要小心 你真是一些叫做 中場散客多的那些 會好一點 還有呢 即是都要推銷一下這件事 都突然間可以賭股 即是新年 可能大家有時候 這個魚蝦蟹 即大家有時候對賭 即是都可以說少少 即不要說賭 即是博彩 其實呢 如果你是一些賭場的遊戲來說 VIP是轉馬高 即那個金瓦大 所謂的金瓦大 百加諾賭場優勢 其實是一個最低的 即賭場優勢 平均你去看 即你去看所有賭股的年報 但是2%去到4%左右 這個是叫賭場優勢 即賭場吃你呢 它都是2到4% 它用一個叫大數定律的數學 即賭得越多 它會轉 即它的數據 一直會跟去這個% 但反而有一些所謂的 我們就是 中場玩的那些遊戲 譬如有些 那些什麼花旗式 或者玩輪盤 甚至乎玩加勒比海 即那一類 其實賭場的優勢是高很多 有些去到兩成左右 如果 即那個 因為那個轉馬數目低 但如果那個轉馬數目高些 其實賭場的利潤率是再高很多 所以我覺得就有機會 如果金山是保持得到這些 它的利潤率其實一直有機會增加 其實八加諾的賭場優勢是低一些 只不過它的轉馬是大很多 好 我看FUNLOW他讚你 阿Soc你研究得很不錯 平時 索索很勤力 即看很多大行報告 還有 做Live的時候 經常做好多功課 所以大家就要繼續支持索索 記得給個讚 如果不是 記得給個讚 讚少 如果觀購少 可能下兩集見不到 再去銷售一下 大家記得參加這個IG 這件事 因為有時你可能怕一些新朋友進來 這個就是大家追蹤A-Store的IG 接著就是測試三個朋友 要不要再回答一條問題 答了問題測試三個朋友 然後追蹤IG 和分享想Story的話 就會抽出30個幸運爺 就會送出我們這個 這麼精美的禮品 還可以這樣做 挺好的 大家就是新年玩一個不同感覺的魚蝦蟹